大家好,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一个双打的接发球的一个步伐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和业余爱好者打双打打了很多 他们的发接发是我非常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家好像不是那么重视这个双打的发接发 其实双打的发接发在双打里面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今天教大家两种这种比较适合业余爱好者的一个接发的一个步伐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采浪 然后呢还有一些错误的接发球的动作知识 我希望大家能够改掉这些不对的毛病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双打接发球教学 那我们开始吧 双打接发的步伐 首先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种的方法 适用不同的人 那我第一种这种是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左脚上的接发 就是左脚一步启动向前蹬 那这种接发球 它比较适合个子比较高大 腿比较长 然后呢或者是腿部爆发力比较强的业余爱好者 因为这种步伐 你只能够通过你的左脚发力一步往前垫 那这样就很考验你的步的幅度 那你幅度小的话 你抢不到人家刚过往的第一点 所以说这个第一种接发球是把你的重心全部都压在你的左脚上 通过左脚的一个往前蹬步一步去来接发 这是我教的第一种的接发球的方法 那第二种的接发球的方法就是那些个子比较小 然后呢 腿部没有那么有力的爱好者 他们需要一个右脚的一个发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接发球的重心就会放在我的右脚上面 通过右脚的发力启动去来接发往前这个球 这个右脚启动跟左脚启动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我们右脚启动的时候 所有的身体的重心应该放在你的右脚上 然后通过右脚的发力灯 然后去做往前的一些接发和动作 那在这两种接发球当中有几个不能犯的错误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接发的时候两个脚不能站的太开 如果你两个脚站的太开的话 不利于你左右脚的这种启动去接球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脚站的太开 人家透理后场 你很容易被压翻 还有一个就是在接发球的时候 切记两个脚不要站的太直 站的太直也会影响到你的启动 还有你的节奏 大部分爱好者都是这三个问题啊 要不然就是两个脚站的太开 然后就是脚太直 或者又是重心在两腿之间 千万不要这样 你左脚接发 你的重心就在你的左脚上 右脚接发 重心就在右脚上 我们要建立一个鲜明的个人的接发的特色 从发接发上就要拿下这个关键的一个环节 希望各位爱好者可以多多去练习 按照我今天说的这个两种的接发的方法 去寻找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接发球的方法 这是一款很冷门的羽毛球品牌 威城VS 其中的一款羽毛球鞋 VS160 这款球鞋采用PU面料 网布设计 排汗舒适 轻盈透气 而且它的包裹性也不错 防滑又耐磨的大底 有效保护脚踝 其中鞋的中间是一块钛纤维抗扭片 轻量化 同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减少运动带来的损伤 同时 球鞋鞋底采用六脚防滑颗粒 增强鞋子的防滑功能 被脚踝提供更全面的保护 人体工程鞋头 保护脚趾 使前脚掌及脚趾提供很好的舒适感 穿着舒适 强劲的每一步都是你取胜的重中之重 最重点是它的价格真的十分亲民 超高性价比 加上这样的烧气外观 这款鞋子无疑就是终端羽毛球鞋中的战斗机 如果你享有一双性价比高 实用 而且好看的羽毛球鞋 那这款VS160一定是你的首选 双打接发球 大家肯定会经常去看一些高手的比赛 做的比较好的 那当然就是意里的选手 意里的选手在接发球 还有这个前叉拍的这个连贯上 是特别的快 特别的娴熟 因为打双打嘛 我觉得还是要多逗一逗 不能老是别人一发球 我跳下给你杀 或者我一放 别人跳下给我杀 你这种就等于是练苦力了 就在练力量 它并不是在打双打 我觉得打双打 我希望大家业余爱好者 能够在发街发上 多下功夫 能够逗一逗 那你这样的你的球技才会幸福 因为羽毛球 它本来就是一个身体和脑袋 共同运作的一个很好的体育项目 如果你只用身体去打 你不用脑袋去思考这个球的话 很难进步 好吧 我希望各位业余爱好者 在今后的双打对抗当中 能够加一些 你的发街发上的套路 还有一些想法 多和你的队友去做配合 这样你的双打才能进步 这个球才能打得好玩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更多的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